我們就進這家屋看 嘩 這家屋是另一個景觀 好 哇 這裡的海景又不同 花樣大一點 最主要景觀不同了 好 然後這邊就是海星蛙 這邊很小的 有點西斜 但是這家屋就很漂亮 好 好像同一陣子 種一些花花草草或者釀魚 然後這裡就可以做一個生涯的地圖 然後可以BBQ 然後有一個洗手草 上面就兩層高 好 有些門都開了 這樣就很寬敞 還有一個長型的客戶很寬 下面就是車庫 入門樓就是這個位置 那車就可以駕到這裡 不需要駕到的地庫 放下客人和駕駛的地庫 這個位置可以做一些鞋櫃 室內的地方都是你 那整個客戶很寬敞 那整個客戶很寬敞 這邊就是客戶 這個客戶很寬敞 通常都給你洗手 我猜一個貓錢應該很少 這邊就是廚房 基本上就是一組櫃 然後一組夭型的桌面 這個就是早餐區 另外一個區 下面就有些洗衣機和乾衣機 基本上就是在這裡洗乾 然後就是這個庫 它的工作順道極大 放在廚房 我自己就不喜歡 還有它做得挺有用的 這裡都有 庫面之後可以在這裡掛 你喜歡 不過我不會掛在這裡 還有掛天台也可以 那這邊就是工人房 工人廁 上面有水房區 來到這裡就有家庭廳 那這個區域 你可以擺琴 讀書 茶室 家庭室 這邊可以看看自己的入門口位 下一次的區域 大同小二 現在 幾個家庭就做到一個櫃 這個設計不錯 睡房就很大 在市區圈有這樣的睡房 當然還有少許面櫃的感覺 其實是夠闊的 家庭有這樣的睡房 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說兩千多呎 一、兩間房 是很少人 所以它的房間 可以做到很大 那樓梯 通常你可以掛一些畫 做Decoration 那這邊是其中一間圖房 整個海景 超棒 這裏就很方正 有一個樓梯 有一個自己浴室 背景上也很漂亮 不見口 有齊了 思考的空間 隨時想用 又用一個拖門 很正 這邊就看回海星灣 因為西斜 所以比較多陽光 如果不喜歡西斜 可以買北向北的那些 那我們再上 這些樓梯可以做Decoration 我們先看主人房 很巨型的主人房 一個一個 如果這個角度 用烏門的主人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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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不見途 超奢華 浴缸 雙水盆 閃閃靈 全新樓的感覺 香不香 主人房 烏門去跟海面對面 基本上這個樓梯很大 放一張沙灘椅 躺著 看看太陽 看看日落 那邊就是白石角那邊 中大一個山 這裡就是主人房的平台 自己怎麼用 可以想一想 有會所 超棒 自己可以想一想怎麼設計 我們看完天台 唯一決定對的樓梯 也有什麼新具 冷地可以當運動 來到這裡就有個水槽 方便你洗的BBQ 這裡就有室外的椅 椅子 看出去 有些小船 小船 碼頭也有 可以出海 整間屋就看完 設這間屋院的House 說了兩萬元尺都不太 是超級大賣 新鴻基品牌 全新樓